《天氣報告》 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楊瀚賢 我們在廣東地區 仍然都是受到東北季寇風影響 看看氣流分析圖就看到 昨晚季寇風主要在東邊吹過來 香港天氣其實就不算太涼 我看看今早上各區的最低氣溫 都是介乎在17至19度之間 天氣方面看看天氣照片 就看到雲層開始逐漸消散 現在最新的情況顯示 就見到少許藍天和陽光 所以預測今日的情況會是大致天程 而氣溫最高可以上升到23度左右 預計明天的情況分別不大 日後都是繼續溫暖 但大家不要掉以輕心 因為我們預測有一股強烈的東北季寇風 將會在本周中期抵達華南沿岸地區 屆時我們這區的氣壓就會上升 而氣溫就會逐步下降 亦都指望香港的情況都會類似 我們指望明天星期二 日後都仍然是溫暖 不過接著打後那兩三天 天氣就會顯著轉涼 氣溫亦都會十級以下 所以在這裡特別提醒大家 要特別留意著未來幾天的天氣轉變 不要冷傷 好了 《香港天》說到這裡 多謝收看 再見 拜拜